伯仁传58话,川沐黑话出现端倪,为守护名人不惜一切。 伯仁传58话漫画详细情报已经流出,从情报信息来看,本话内容非常平淡,属于过度回,剧情没有任何爆点或重要信息,说是睡了一话也没什么问题,下面小蛮就来简单分析一下伯仁传58话情报信息。 伯仁服药 本话内容以漩涡父子开场,从阿玛多手上得到白眼抑制药物的名人准备让儿子伯仁自己决定是否服药,而在他向伯仁讲述药物效果,负面作用的时候。 伯仁已经擅自将药物吞掉,这不宜让老父亲明人非常震惊,毕竟以制药效果未知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看住亲儿子草率地吃下这样一个炸弹,明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从服药事件来看,伯仁确实继承了一部分明人的性格特点,如果少年时期的明人面对这样的抉择,他所做出的决定必然也是和伯仁一模一样,因此这段情节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加强对伯仁这个角色的刻画。 毕竟作为新故事的主角,伯仁实在不太讨喜,然而,即使是这次能拉回些读者好感度服药事件中,伯仁所展现出的性格优势也是复刻自明人,这再次证明了伯仁这个角色的塑造并不成功。 穿木的修行 对伯仁服药决定反应最强烈的并非明人,而是穿木。 得知伯仁服药后的穿木非常愤怒,因为此前他们已经说好要将些刻印到考德身上,如今伯仁站自使用有未知风险的办法不和穿木商量让他十分不满。 于是二人便因为此事吵得起来,这种明明关心对方却非要吵架动手的感觉,倒是热血漫画男主和男二的标准关系,而左梁也在二人吵架的时候拿起了与主剧本《劝架》。 除了名人之外,穿木对任何人都非常不友好,因此他完全没把左梁那放在眼里,更不会将其视为队长。 穿木无视了左梁那基础修行的建议,并率先发那与新西班强行开启实战训练。 于是现场变成了四月,左梁那·博人与穿木的战斗,最终为了解决莫名其妙的争端,博人决定与穿木进行单挑,胜利的一方又决定修行方式的权利。 从情报信息来看,博人与穿木之战维持住是军力敌的情况,这场联系和二人的出狱一样,都是穿木使用科学忍惧身体,博人使用忍术战斗,区别在于现在的博人依然能使用歇的力量。 但穿木已经没有了鞋,因此穿木最终败下阵来,这次战败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曾经过于依赖歇的力量,如今失去歇的他实力已经大打折扣。 穿木走向极端 残酷的成长环境造就了穿木极端的性格,即使现在的他已经得到了救赎,但性格依然不会有明显改变,失去歇的力量又迫切想要变强保护名人的穿木。 在本画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那就是我必须要付出一切代价,变得更强,这很可能是他黑化的预兆。 毕竟活领忍者中的佐助就是因为不惜一切追求力量才走上了邪路,而穿木无论如何也想保护名人的设定又和戴吐非常相似,虽然穿木不幸与制播,但他现在的设定却非常与制播。 关于博人传漫画58话的情报内容小蛮就分析到这了,小蛮觉得本画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穿木黑化出现端倪,本来就将其视为王子并拥有千里眼的爱达。 应该,已经知道穿木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变强一世,因此他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与穿木寻求合作,就像是当初大蛇玩拐走佐助一样,总之,期待博人传漫画后续内容的发展。 感谢各位的阅读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